何千玺也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了,小凯如愿成为了北影的学生,易阳千玺也频繁地出演在演艺区里,前不久还以演员的身份上了训班坐镇的访谈节目的表演者员,以后多半也会选择去读表演艺术类的学校,那么小圆呢? 高二的他其实也开始为今后的前途做打算了,因为起点太高,所以必须越来越好,才不会让人感到失望,他在节目中透露自己以后还是想走音乐道路,并且想要考取伯克利音乐学院。 学音乐的人都应该了解过这所学校,这所学院不但是世界级的音乐学校,而且该校十分稀采,他们很看重也很愿意帮助那些有才华的同学去实现自己的梦想,今年11月的时候,王力宏就获得了该校的博士学位,从王力宏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所学校有多看重才华这两个字了。 其实对王源来说,建这个学院并不是太难的事,虽然年纪轻轻就在娱乐圈打磨,但是他丝毫没有落下课业,反而保持着名列前茅的成绩,现在的他也开始创作歌曲,17岁的他已经有了好几首自己的原创歌曲。 虽然现在的王源影,是,宗,一都有所涉及,但是对他来说音乐才是自己的初心,所以这个选择无疑是最好的。 而且现在的王源已经在身高上落后了另外两位队友,如果只有想要继续混迹演艺轩的话,身高无疑会成为一个阻碍,也许现在还不至于,但是再过几年可能真的会因此被调侃。 听到王源这个决定之后,许多网友也表示很赞同,认为他选择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的路,不过如果真的要去学习的话,估计曝光率会减少许多,但是爱他的人一定会在等待他带着一个更好的自己回归。 一年之后,我们就能够知道他最后的决定了。